第四十五章,不能冒险 烈焰和激动联手,阴阳双火的攻势实在是太强烈了 再加上还有一个周围青挡在前面 凭借自身的恨帝无环套装强大的力量 先帝海龙一个人真的有点顶不住 幸好,在他身后还有一个死神阿呆 攻击力无比强大的冥王剑令周围青三人有些投鼠忌气 先帝和死神这才勉强能够抵挡得住 但同样也有些节节败退 后撤 就在这时,周围青、激动和烈焰同时接到了霍宇浩后撤的命令 三人没有半点犹豫,立刻停止进攻,转身就走 这就是同一神界的好处,绝对信任,执行起来也速度极快 海龙一愣,扭头看向阿呆,撤退了 他们很谨慎啦 长弓那边刚刚发起进攻,他们这边就退走了 阿呆眉头微醋,他们忌惮的是对的 对手确实是比想象中更难对付 斗罗神界当然要有所忌惮 这份忌惮源自于神界中枢 如果只是双方单纯的战斗 唐三安排的战术绝对会更激进得多 但是,这场中神之战将会决定未来融合后的神界谁为主导 何等重要? 毫无疑问,双方都会动用各自神界中枢的力量 一个神界再强也不可能和六个神界相比 关键时刻,神界中枢所能起到的作用必然是极大的 所以,唐三安排的战术本身就很保守 尤其是在前期,所有的试探都是为了寻找机会 寻找像先前他突袭天恒那样的机会 他用修罗血剑攻击天恒那一下 如果成功了,那么天恒根本来不及动用神界中枢的力量就会被重创 琴音变化,正在前进的长弓威立刻就接到了来自于叶音竹的通知 长弓威速度减慢,停下脚步,向身边的狂神雷祥道 我们也撤 对方已然回收,他不能不考虑到被包围的可能 因为他也没把握在短时间内能够拿下唐三 更何况在对方大本营还有那个应该是大型死光塔的玩意儿在镇守 一旦唐三坚持的时间足够 那么,他和雷祥就有被五大神王围攻的可能 狂神雷祥明显有些不甘心 因为他们距离对方的大本营已经不远了 就算他们围上来,我们也未必就没机会啊 我们的救援也不会慢多少 雷祥不解地说道 长弓威摇摇头 不,我们没必要冒险 这样下去,其实我们并不吃亏 走 说着,他一拉雷祥,转身就走 雷祥无奈,只得是跟着长弓威转身而去 就在他们离开不久 唐三从不远处的树林中走了出来 眉头微醋,还真的是很小心呢 幼迪深入的计策并没有成功 事实上,他有很大把握能够拖住这二人 而一旦雷祥和长弓威继续深入 到了大本营那边的话 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被留下来 从高空俯瞰就能看得出 当光明神王长弓威和狂神雷祥退走的时候 正在飞速后撤的情绪之神 或语号、善良之神、邪恶之神 和大力神速度同时一缓 双方又像先前那样 陷入了短暂的停顿之中 来回的两次试探之后 他们始终没有深入接触 也没有全面的爆发战斗 双方都显得非常小心 而这个时候 霍宇浩已经趁机完成了中路的所有布置 三座死光塔成形 他向左路快速穿插行进 而唐三则在这个时候和他交换位置 向中路而来 原本在右路的大力神州围青 也同样朝中路的方向过来 对面的六大神界一方 长弓威和雷祥回撤 叶阴竹的琴音暂时停顿了下来 似乎是要减少消耗 霍宇浩的精神探测共享又重新变得清晰起来 能够清楚地监控到 对方依旧是保持着212的阵型 并没有什么变化 一边是不断地变阵 一边则是以不变应万变 双方的战术不同 但却都显得非常的谨慎 谁也不敢贸然开启全面大战 唐三其实一直在做的事情 都是营造一个机会 一个以多打少 迅速断起一指的机会 但长弓威却是稳扎稳打 面对每次出现的诱惑 总能及时地稳定住情绪 让本方保持冷静 可以说 作为双方的主导者 他们都展现出了强大的能力 尤其是在对于全场局面的掌控上 谁也没有露出破绽 在太空中观战的众神们 此时心情已经从开始的跌宕起伏 渐渐平复下来 从他们的角度 其实是看得最清晰的 所以 他们能够清楚地看到 在整个过程中 双方十二位神王的位置变化 以及每次交手的情况 之所以 情绪平复 就是因为 双方此时所展现出来的 完全是势均力敌的局面 怎么看 都没有露出破绽的样子 无疑 这场战斗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了 因为谁也不会给对方机会 双方此时都有所收敛 而且也都没有再用方法 来屏蔽对方的探测 六大神界一边 竟是任由霍宇号 去布置了左路的三座死光塔 九座死光塔终于完全成形 从防御的角度上来看 毫无疑问 斗罗神界这边明显占据了上风 唐三此时已经在中路正中的位置 从他所在的地方 甚至通过视线 就能看到对面不远处 那巍峨高大的身影 子晶比蒙子弟的眸光 也在注视着他这边 秦帝叶阴烟烛就端坐在他的肩膀上 双方冷静地观察着彼此 谁也没有轻举妄动 唐三此时的心情其实是有些沉郁的 看上去 九座死光塔已经布置完毕 他们的防御已经十分稳固了 可他自己心里清楚 因为背后支撑的神界中枢双方 并不在一个等量级上 所以 他们不但没有占到便宜 反而是因为对方的稳健 越来越落入下风了 原因很简单 在每一次试探的过程中 双方都会加深对彼此的了解 而一旦对方彻底有把握的时候 雷霆一击随时都会到来 而一旦六大神王调动神界中枢的力量 那样的雷霆一击 他们想要挡住 谈何容易 当然六大神王也不会轻举妄动 因为在这股神遗迹内 想要调动神界中枢的力量 也没那么容易 大家都只有一次机会 一旦调动神界中枢的力量 没能将他们击溃 那么很可能就会被瞬间反击 从而失去最终的胜利 唐家三少 祝 感谢